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相当的精彩 整个在8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往上拉台 尤其是尾盘 往上拉台使得台股 做一个大涨作收 那么以本波最低一点 7203点到今天为止 拉了1000点 那么这1000点 让整个8月的走势 有本来的一根非常长的长黑 那么变成一个 有千点下引线的月线 当然来到10年线 他做一个技术形态的反弹 那么今天我在盘中 听到很多不管是新闻 或者是分析师他们的言论 都开始加入这两个字 叫做嘎空 那会不会嘎空 我认为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说 如果是一档好的股票 或者是一个好的产业 那么他不会因为筹码的因素 而去改变他的趋势 反而是说在这阵子修正的过程 整个8月你做回顾 我们所给大家的主轴 包含了汽车 包含了运动纺织 包含了生计 那么这三个大族群 他保持一个健康的轮动 不论是大盘涨或跌 他们都有创新高的表现 那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因为指数 而去影响自己的操作 当然指数它是一个参考 就好像前一波我们有好几档个股 包含江心段 包含这些像汉平这些股票 都是因为台股当天重挫500多点 然后找到第二波的买点 所以它的联动性它并不会太高 个股跟大盘之间 但是就极短线上面来讲 它反而造就了你重新布局的机会 那一开始为什么要先讲这个 其实我上个礼拜再讲到一个台股的美丽与哀愁 很多人都看了新有七七烟 然后真的台股的融资竟然回到相对于4000点的融资水位 当然跟新政策还有一些放宽涨跌幅有关 但是终究来讲 终究来讲台股这一波2000多点的修正 让市场很多的投资朋友 对于这个盘式是观望的 那么再加上7203点 涨上来拉了1000点 五六天的时间让你措手不及 那么该怎么去应对 我相信是你接下来的课业 也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接下来8月的营收要在9月10号之前 全部做公布 当然业绩好的公司 成长产业的公司 那么它不会等到公布那一天 股价才开始涨 这个才是你要注意 接下来下一步的重点 所以这波台股从高档 我们让大家避开了之后 那么回到8月26号台股相对低点 7203点这根 航长的周线下引线拉上来之后 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确认 如果它是一个强势的整理形态 它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去做它的选举行情 当然我讲到选举行情 很多人都说 徐老师这次哪有可能有选举行情 我说当然会有 不管你认不认同 至少就整个政治面上来讲 或者是资金面上面 或者是筹码上面 或者是空间上面 任何的条件 它都符合这四个字 选举行情 只是现在的选举没有以前的热 但是问题是 它还是一个动向 它还是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之前台股叠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政府部门 它是很积极的去做多 甚至是请外资喝咖啡 那么喝完咖啡之后 台股往上涨了1000点 要是天天喝咖啡的话 台股可能上5万点了 希望天天喝咖啡 开玩笑啦 但是问题是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我说台股来到相对低点之后 直接往上拉了这根周线 它的成交量是5886亿 已经差不多在相对万点的时候 这个对称量出来了 这个对称量出来了 所以空间上面来讲 绝对有利于多方 对不对 再加上整个融资 回到金融海啸的低点 我上个礼拜我还开玩笑的讲 如果你回过头来看 当时在金融海啸融资这么低 指数又这么低 你要不要进场买股票 百分之99.9的人会告诉你 还可以帮无薪假的 不要买股票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进去买的人 会发生什么事 后面台股大涨又大涨 对不对 所以 站在筹码的角度 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 台股现在的融资非常低 但是 它对我们正确从业人员来讲 是一种哀愁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这一阵子真的是吓到了 所以整个八月你回过头来看 回到了十年线 留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这下影线长达971点 971点 它只告诉你一件事情而已 这个叫技术形态上面的修正 回到这个原点 因为 上升期情它本来就会符合这个走势 所以我们来看并没有什么大意外 可是问题是很多投资朋友 9500点没有避开之后 最后这一段它真的是吓到了 它也受伤了 那往上积压千点 又不晓得怎么做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阵子告诉你 我说当时我在破低点之前 我就提醒你了 既然它破了 均量往上回升才是重点 不是吗 距离年线乖离过大 一定会收敛 只是它收敛的过程非常的狠 在这一天8月24号风暴来袭 跳空直接往下走 我说好处就是提早落底 缺点就是以跌止跌 对不对 果然真的是以跌止跌 直接往上拉之后往上开 开完之后开始往上回轨道 然后呢 后面跳空往上走 在这个缺口形成之后 8月28号 我就说重回轨道是千点行情 左缺右口这个叫导状反转 你学过技术分析的都知道 这个无庸置疑 两种走势 一种是直接碰 回来 或者是直接在那边整理 往上走 那不管是哪一种 多头的底部已经做确认 所以我认为最好来一个右脚洗盘 对不对 那今天非常可惜 它是尾盘直接往上拉 缺口还是没有补 所以呢 除非是明天重挫往下补缺口 要不然这个缺口会变成说三天不补 既然它三天不补就代表什么 这个底部形态更确认 那重点是什么 来到8500点附近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哦 收链连线乖离的过程里面 第一波反弹如果来到8500 那么它就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整理 但是我希望 我还是希望 它往下再回测一下 然后再上 会比较完整 会比较完整 而且让投资朋友 他是有机会做切入的 当然 我们讲一句白话啦 真的 盘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只能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告诉你不要乱砍股票 对不对 但是我上个礼拜我也预告 这个礼拜 你持股上面要调整 就像我今天在看到很多投资朋友 在看新闻媒体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鸿海概念股 那鸿海概念股我们之前也提过 我上个礼拜在跟你谈鸿准的时候 我说这个叫台股的美丽与哀愁 一档137亿股本的公司 竟然融资只有1.23万张 连1%都不到 很恐怖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现股 它就是有优势 你看到今天台郡也一样啊 之前来到年限反弹 再下来一次再反弹 回到这个点 我之前在解持股的时候也解过这档股票 我当时在这边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说 这一天往下急杀你都要忽略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叫系统性风险 股票还是会回归它的基本面 所以你今天去讲说 为什么鸿海概念股会涨 我反而可以去问你 那我之前在8月初的时候我讲过什么 我说不管接下来苹果新的手机 卖的好跟不好 台湾的供应链就是要拉货 你就会看到业绩往上走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郡往上走 我并不觉得意外 让我解过持股的投资朋友 你没有砍在这种点 我也非常的恭喜你 重点是什么 这样的股票回归基本面之后 能够反弹到哪里 怎么去做调整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波在 整个行情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强调说 台北股市要去 有一个新的方向出来 除了我们跟你讲的汽车 这些都已经大涨了 今天还有人在讲将心段 当然啦 我们做两趟价 它是成本非常的低 那股票还没走完之前 我等一下会交代 这些股票怎么看 重点是说 如果你在布局新的产业之前 你一定要规划好 接下来它的整个利基在哪里 就像我之前在谈 来8月20号我在谈生计 很多人就讲说 徐老师为什么你8月20号 突然去谈生计股 我说以空间的观念来看 它领先台股回到101年6月的低点 对不对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家生计类股 好像又开始抢抢棍了 对不对 尤其是1789的神龙 它今天往上攻到涨停板 那我的观念其实并没有改变 我说如果你有生计了 你当时在听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你应该就来找我了 因为当时在8月20号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是神龙的周线 它从101块 往下直接灌破哪里 挂牌的低点 那代表什么 它已经修正完一大段了嘛 对不对 既然修正完一大段 这几个礼拜它并没有破底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有可能做一个 技术形态上面的反弹 那既然它会反弹 你何必去把股票砍在低点 当然你会说 徐老师这过去你没讲 我说过去没有讲 不代表我没有研究啊 对不对 我在8月20号提醒过你 生计族群你不要太干淡 不是吗 所以我们这阵子 在跟你追踪的浩顶 也是一样 既然台湾最有希望的产业 生计之一 然后领头股又是浩顶 我当然会相信 你去注意它 后面的走势 所得到的结果 应该会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在8月19号 跟你讲浩顶 对不对 可是你要等到8月25号 台股中错的时候 才出手去买 当时我跟你讲说 趁乱布局新未来 什么叫趁乱 大跌500多点过后 你怎么会想要买股票 可是如果你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说过了 什么叫算股论金 你要去精算产业跟公司 未来一到两季的变化 对不对 筹码结构的强度跟市场展望 你现在撇过 这些东西不看 你光看技术形态 你会觉得说 这个股票没什么好买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站在我们的出发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8月25号的号顶在这里 261 后面涨到哪里 后面涨到271 对不对 从底部开始往上做一个翻扬 这个叫ABC ABC销售完毕之后就是往上拉 今天涨到哪里 28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如果你敢在这边趁乱布局 你今天它是开始赢钱的 你不是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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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买在这里 不是吗 所以 我们在讲很多观念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能够融会贯通 真的 你看 我们前一日跟大家印证了所有的股票 包含族群 几乎跟大盘 没什么带大的关系 只要筹码安定 接下来 营收开始往上走 筹码又非常的强悍 它都可以帮你撞到出价差 不是吗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知道很多人很关心 苹果概念股 其实概念股 甚至最近震荡的纺织股 该怎么看 休息下来之后 我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休息下来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提示 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 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 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回到现场 还是送给大家这句话 来 算股论金 请把你手上任何一档股票 任何一个产业 把它给分析好 你每一次出手 你都要很清楚的告诉自己 这个股票未来我怎么估 未来它会怎么走 然后经过战略上面 跟战术上面的运用 持股五档以内 拜托 不要再有那种 十几档二十档的股票了 持股五档以内 先从短线出发 再讲求波段 很多人现在都会 比较认同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过去 在这段时间跟大家印证 我说你在操作上面 浓缩到五档 锁定好产业之后 一档一档做 过去这段时间 我在讲例情 8月7号 对不对 后面涨到40个percent 后面涨到55个percent 后面还原全值涨到64个percent 我提醒你 贪与怕 你不要在这边贪 然后这边害怕 对不对 回过头来看 人家赚了六成 你就不要在这边跟人家抢 不是吗 我在讲百合的时候 是在年限附近 67块8 8月20号回撤 我说我认为它还是会往上走 往上走 后面来到下降反压线 以基数形态上面来讲 布局在这里 布局在这里 这边你就不要追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直接往上过之后 再往下拉回 但是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要有够低的成本 所以我们在讲任何操作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去抓到它的转折点之后 去布局从短线出发 来回做价差 所以我们这一波在讲新兴产业的时候 我都希望大家去有一个体认 就是当股价还没发动之前 你就提早做布局 然后等到发酵之后 再来去享受成果 而不是每天去用追的 你喜欢用追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看节目 因为每天打开电视 什么东西最强 涨788%你追进去 看隔一天能不能往上跳空 这个不需要分析 这个不需要分析 来 所以回到基本面 我们当时在讲NFC的时候 我说回到连线附近 留意买点了 对不对 后面我们补充 为什么要去注意NFC 因为它是所有 接下来 金融数位化跟消费数位化的趋势下产物 所有的后面的动作 都要靠NFC来完成 不是吗 8月27号 当天做切入 尾盘拉到掌停板 对不对 底部开始往上做翻扬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醒过你 底部你没抓到没关系 因为产业的趋势 会决定股价的走势 今天大家往下做回撤 那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这边到这边 叫短线转强 这边叫年线 一旦越过 代表波段转强 先从短线出发 再来讲求波段 操作上面 本来就该如此 不是吗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股票的时候 应该想说 循循善诱也好 应该想说 跟你在沟通操作观念也好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是从一而终 不会今天说 因为台股大跌 台股今天大涨 就跟你换一个方向 跟你换一个说法 那个就研究的方面来讲 那是不对的 如果你研究够深入 你面对一档股票 搭配盘式 你应该可以从中 去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像我们回顾 这个月的操作 我在跟你讲汽车的时候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发 不是从8月14 是从哪里 是从8月13 我跟你做一个确认 汽车电子里面 同质它是很强悍的 它是回到年线之后 直接往上走 对不对 3552同质 来 最近还在一个高档 做整理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问题是 就实际操作上面来讲 我并没有让你去 追价同质 我反而告诉你 你要重新出发 你要重新出发 战略上要怎么用 战略上要怎么搭配 要好的股票怎么样 回到年线之后 你开始去找买点 这就是我当时跟你讲的 如果你有受伤 没关系 你要重新调整 布局好股 从年线出发 才能够流转乾坤 从年线出发 才能够流转乾坤 对不对 54块3毛钱 后面直接涨停板 后面再涨停板 后面来到季线 我们公开告诉你 你不要追了 线股都涨3成 更何况是融资 当然当时敢用融资 买的真的是不多 那是题外话 发生什么事 台股重挫 我不用拨VCR了吧 没什么时间了 重挫下来 我说好的股票 回到年线找买点 54块8 我们做完第一段 我们做完第一段 准备做第二段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我买在转强点 对不对 后面涨停板 后面来到20% 有没有 你这两段你好好做 你已经赚5成了 你何必去担心 他最近在整理 那你说需要是这怎么看 我给你一个结论 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这边到这边是8天 这边到这边是5天 所以他如果在8天之内过高 这个叫强势中的强势 就是W底确认完成 等幅做对秤 那如果超过8天才过高 也OK 这个叫中等 什么叫中等 就是他的走势 可温稍微啰嗦 但是没有妨碍 我对他的看法 没有妨碍我对他的看法 我不是决定股价的人 市场跟趋势 才是决定股价的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做 会赚最多 会赚最多 来 所以讲完了将心断 我跟你讲帽连 129 129在这个位置 后面涨停板 后面往上创新高 我说15%你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对不对 往下补缺口 你赶快买了 因为来到年线附近 119.5 119.5之后 后面涨停板 8月28号 135块半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 好好做 今天又第二段了 今天最高点来到哪里 137.5 又是一段 有没有 一段一段的做 我常常讲说 开玩笑一点 如果每次都赚15% 你不用一口气 一档股票从第一档 这样涨上来 一倍让你赚 你做10次就好了 赚150% 可能股票还在 这附近做一个整理 但这是开玩笑的 强势的股票 不可能等你那么久 所以这个下降反压线 今天还没有确认正式越过 但是一旦正式做越过 这个叫背离加年线 加N买点 就直接就上了 就直接就上了 所以 针对冒连 针对冒连 现在来这个位置 你也不要追了 你也不要追了 因为 我常常讲 你如果真的要等到股票 大涨才去买 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分析都变成无效 都只是两个字而已 叫做追价 那是我最不喜欢 投资本人去做的事 我希望你跟着我们一样 将新段 或者是这些代表作 挡挡 都是看好它之后 去寻找买点 而不是用追的 股票涨上去涨停板 每个人都会讲看好 每个人都说这个很强 可是 你如果能够提早一个月 发现他们 你不就是更强吗 你要操作找什么 找最强的人来帮你做分析 来做操作 不是吗 所以我在讲安全气囊 是8月26号 将新段错过 茂连错过 还有这一档股票 当时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去看好它 对不对 写得很丑 但是很有用 很有用 来 这是126块的它 这是后面往上 站回年线的它 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一旦往上做发动 这个产业 它是在往上走的 就代表 它的个股会发生 轮动的迹象 就好像你今天看到 同志 它利于高档 然后很多股票 就会开始跟上来 像1533车王店 来 这种跌比较深的 盘中差一点 又拉到涨停板 这代表什么 这种最弱势的股票 都已经止稳往上了 那么就会 一档一档跟上来 既然它会 一档一档跟上来 你就不要错过这个行情 所以新的汽车概念股 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上 因为一个产业 再往上走 当然大家都会好 不可能就一家公司好 那比较 不太可能 但是 如果它真的发生了 我觉得 你应该 更去注意这个趋势 现在资金还在集中 还在集中 所以操作上面 你有任何的问题 记住 一个顶尖的超盘手 能够带着你在一片死灰中 找生机 如果你需要顶尖超盘手 马上跟我们线上助理 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小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